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天来的我们也非常欢迎 所以我有这样的共同学习的机会 真的是非常感恩 另外以前我们在过去几年 我们其实常常在台湾美中南科亭 讲这个白洋语讲了很多遍 最近我们说从2020年疫情结束之后 我们觉得这部经不是只有用甲骨铃 是要按按实践 要实践所以需要一个建构 这个建构是显在日本 所以下面也是跟大家来分享一下 我们在日本建构这个白洋语学院 我们想要做什么 那我们希望能够做什么 以及我们未来 我们能够做什么 那首先呢 那这部的感觉是这样的 因为如果我后学刚多请前 相较之下 那这部经可以说天天日进夜夜 每天其实都在哪进行转 每一年转 那这会有种感觉 像这样的一部经典 每一次每一次 你讲它 就算同一卦 你的感受体会不会比较 那好像这个刚刚我们那个大德卦 那不断地转转转转转转转 你越来越至深 你呢 对每一部经的了解 越来越不一样 又有不同的感受和机会 然后呢 来到第七次的时候 我们要把它落实 这个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我们知道现在的经典 最大的问题就是 它跟现实生活 好像叶可越远 所以女性能够喜欢这些东西 那我们要符合把它落实 这就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那所以我们 当然很感谢天日的 首先很顺利的 有一个这样的避典 不够让我们 来把心中所想的 想要做的 在这个地方来做一个尝试 就是常蓄性的落实 那我们来看看 目前我们这个建构里头 有一个精神内涵 就是要实践这一部白羽蜜 其实就是这个logo 这个logo 目前把它放上去之后 有一天 我发现它是一个法人在转 它在转 不晓得你们看你的感觉怎么样 那我看的感觉 它是在转的法人 它是一个法人 它不是一个单群人的 logo在那里面 它是在转的法人 我们知道当年四尊 那转法人 三转法人 所以有像四圣体 然后三转法人的意义就是 无上的大法 从生活面 现实面 修行面 把它开演出来 那我们现在这个整个白羽蜜 我们就是需要来到这样的一个地步 一起把它开演出来 所以它这个法人要开始断 然后昨天跟大家举了一个例子 我们的小书命来 什么叫做 赤子新的法人 它有时候 不是完全借了一次 也不是转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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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人在转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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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 來 握握他們 握握 握握 你可能他們這個釋放 你聽唐克還有效 你做很多的努力功夫還有效 你這樣一下下就夠了 他在轉他的法律 刺你的法律 這樣 這些給大家一個概念 就是說所有的法文常準 不是只有上下嘴巴一直講而已 那個都是有時候是多餘的 所以有了這樣的發現之後 我們覺得這個法文這樣做 但是它裡面有很多重要的內涵 也就是我們今天這個科皮 最後讓大家講的 叫做受天可道 順便回到 我覺得這裡面有很多偏意 就這個 這一個來愛基學院就在日本成立 會在這個地方成立 也是金光老師 他來選的 這個代表上天有用力 然後能夠在很短的時間內 把這個場地建構起來 那也是金光老師派了很多人 很多無形的力量 無形的力量 共同成成 但最後呢 給了這個mark 這個mark 那這個mark呢 它裡面呢 有非常好的內涵 這好的內涵呢 我們把它稱為 甚至新的一個法文 然後再來做 所以 你馬上7月2號 美國團 家長跟孩子都要來了 那在這個地方 我們要開始應轉 底下應 其實就是 讓大家去見識 法文 這一個法文在應轉 讓它可以產生的影響 那 好 我們來 幫我讀一下 赤子心在無人身上 會知清淨您善地 發揮出來可言 決定真理 但要能發揮赤子心的妙用 得讓您道修身 在日常生活中去使見 以儒家聲明教導的做人道理為準則 讓生活有道 做人有德 此一修赤子心之法 視為佛國唯傳奉義 施施力不本心之大聖無其法 並是兵服釋著 如是降伏其心的 善行無助向 赤子心的展現 為之太和 即是天心的自然顯現 以應萬物 達於不來得應 勿去不留痕跡 隨緣度化 無為而無為 所以 看了這個赤子心的內涵 我會覺得很殘酷 我理智的開眼 雖然 這一部禮經 每天幾乎都不明熟 都在眼裡那 但是這樣 進入真正的修煉 還差一大段 這個修煉就是赤子心的修煉 所以每個人都要有辦法回答我們的本來念目 叫做赤子心 好 來繼續幫我讀一下 赤子寒得最厚 赤子手握通全 奈何人氣時毒 時時刻刻自然守中 二肉時中真性權 誓成無欺 此態真天性 何同懷中抱 純善涉惡念 精骨符合力 好 赤子的手握 它是很自然的 但是它握力很強 那 那個叫做太可為奇 很自然的展現 太可為奇 好 剛剛那個心中訓 這個 這個心中訓 它叫做 維護本身 其實呢 就是維護我們的赤子心 維護本性的赤子心 那種八項修煉 跟什麼底訓 你知道嗎 我們很快的了解一下 來仔細幫我讀一下 自強不習 盡得修煉的赤子心 修赤子心 即是修君子之德性 效法一心前掛 天行見 君子已自強不習 能終日前前 細力落力 精進不懈 以求日游所盡 日心情德 世子心的展現 在於處世盡慎 為物欲所必色 為妄念的執著所煩惱 達於清清淨淨 淺欲誠心 心靜自在意 好 我們日文明德言 這一個地方的建構 這整個學運建構 環境 環境很重要 環境至少我們要把它建構成 大家去回來 都覺得很開心 很開心 那這個就是我們講的這個整個所謂的《易經》裡頭 道是我們的一個最基本的道理 那個就是前卦所說的 我們人來自以天命自慰性 上天賦予我們本來就有一番純真的本性 對不起 現在上課 我有回臨 剛剛有回臨 剛剛正在上課 好 馬上再一個小時來 對於我們這個環境很重要 所以我們希望每個回來這個地方 至少它這個沒有什麼壓力可以爆笑 而且可以覺得很開心 因為太大自然了 然後清晰的空氣 以及環境的那一種感覺很重要 然後吃就是比較天然 所以這樣子 那一種清晰晉晉晉的地方 至少讓我們的心不要有太多的那種負擔壓力 那要是你們會完全往下放鬆 身心進入一個比較平衡的狀態 這個是我們最基本的 先過來 師子心的本質 師子心的本質是 道心 人法地 地法天 天法道 道法自然 道心的靈魯 即是德功的展現 道心的本質 在於清澈的自信 充滿人意的念力 光明如敵 師子心的啟發 在於牢末降下天俏的開啟 經獻善落井 修煉害得正氣 盡心以赴天道 即常德以感浩然 不離圓開佛性 好 我們的師子心從哪邊來呢 其實就是上天老母給我們的 那我們來人間就是要接受鍛鍊 鍛鍊其中的靈魯 就是要恢復這個 老母給我們的等心的靈性 捏住層層 那份顏太佛性 因為來到人間很容易變遺失 很容易被污染 很容易失去了等身 所以我們時時刻刻要能夠 把握住自己的那份 那人則不失去乘子之心 這是不容易的 好 來 繼續 赤子心即是佛子心 赤子心就是佛子的心 他來自於毛骨所化之連開啄性 為人人所固有 若知涵兩太何 則赤子心可充滿浩然靜氣 並與沖澀於天地間的浩然靜氣相通 此於浩然靜氣 為極意之所生 懷景善若餘 結操自然力 赤子心已是正直 謙卑的心 正直衝千讓 心田盡安逸 赤子心有多特徵 其中一種謙卑的心 那個正直的心 然後 情境安逸 其實小朋友很容易 就很快樂 一個小玩心他可以玩下去 他心情不舒服 他馬上會表達 不給你看 過了就沒死 那一份純真 那一份很自然 其實他也是 充滿著天地間的那一股正氣 浩然 再來 赤子心的淬煉 赤子心經過考驗與鍛煉 展現堅針油順 剛油並激 氣磚油脂沖 心油不斷的淬煉 以恢復赤子心 還要能存養正氣 涵養得光 清新寡慾 存存靜靜 赤子心還要有開闊的心胸 淘氣乾雲天 精氣純衣 韜光養晦 達於正本清源 當然考驗專念一定會有 要恢復我們的忍真沒有那麼容易 經過洗淬煉 這種淬煉的過程 其實對我們是絕對的發出 因為修道如果太能碎 也修出什麼樣子 就經過考驗專念 那個是必要的 那個可以讓我們慢慢慢慢知道怎麼樣 他內略怎麼樣 其實從心靜的體身到四位的體身 到德性的體身 來繼續 至子心的展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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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虛盡空敦時 寬大為懷 至德民心 在行為上 行正直亡道 公正心光熄 宅心仁厚 如實太和 亦如至子之精柔赤古作 和光同懷虛 至子心對大的作真心 他不會跟人家吵架對你 小朋友的吵架是 不就沒事了 大人的吵架是永遠都會成 好像不講話了 變成敵人了 變成名字不好相處 最後的 就弄得很不愉快 因為他都放在心上 但至子心就不會 他就過了就算了 所以小孩子是最純真 而且最不會說謊話 而且心中的是什麼 他就是真實的呈現 這種是子心 再來 赤子心的得諒 赤子心的得諒 渾然天成 苦勃如天生 冤群孝寒德 歡欲溫柔善 光盡生能驅 赤子心即是人人本次具足的 原容本性 理事心何德 其德方至純至真 思想神清理 其實我們把這個 赤子心的mark 當作我們的學運的精神 一個很重要的觀念 就是說這一部反應 不是說你把它背起來 這個叫做學習 背起來是一回事 你懂得到你也是一回事 但是要去實踐 但實踐的過程 要真正有所改變 就是說一個人透過這一部經 他會改變自己 也改變作造 甚至改變這個人類的社會 未來的人類的國家發展 以及最後大於美好的境地 叫做art的影響之間 這種改變是從個人開始 那這一部經最重要就是要讓一個人 從自己的改變開始 先規定自己心 再慢慢的影響到別人 也有那些自己心 影響到家人 影響到社會 影響到國家 修之資本owa 有的影響到 來現在 先czę心的自然展現 宣誓的自然展現 世子心是天性的展現 賤到報徹真 未來皆清零 展現佛性的智慧等心 奉然正氣 必如神氣滿意境 怀纳于天顶间 修世子心的关键 在人得依为圣 彰显寒德 心息神 自清金素因 情形产真理 世子心就是上天给我们的那很美好的本性 叫做天理之类性 简单的就是天性 天性的展现就是自信 好 再来 无对待的人爱天心 世子心是无对待的人爱天心 展现无缘大词 同体大悲的得量 不见欲念 清心寡欲 报复见性 彻入本性 本性缘文缘 洁白心 物格绝心缘 明初性长号 世子心 具有仁义与智性 无常德的内涵 展现出来以君子正道为依归 好 自子心简单的讲就是那一份人爱的天心 但是分开来讲就包括仁义与智性 有仁义与智性 所以修至子心 它等于说 一方面是包含我们那份佛心本性 那个慈悲那个爱 另外就是有仁义与智性 无常德的智慧 可以在世后当中性映入 所以以这样子来达到一个大同影响的实践 太和到大同的实践 智子心 亦是古来周上的圣贤心 清兴寡欲而识其父 柔弱的心智 却有其刚强的武器 道全得背其 智子尼诗命运 翁天晨运 大开福度 开启人人本字俱读的智子心 其部九六人佛子 化人间为净土 世界为大同 同帆与天赴家乡 我们这个智子心 立在我们的一个正中心 因为中央武器等 中央武器等 属于人一笔之心的县 不要让大家起县 就先从智子心的展现开始 所以来到文德园 它的中心地方 就立了一个寒老 我们方式大家在寒老园是市的末宝 就是环养金学院 中间有一个智子心 当作我们整个学院的中心 学院的最核心的地方就是这个智子心 好 那这整部白养疫 其实跟后学的影响非常大 它只让后学非常的惊奇 就是这样子 就是你会有很多超微想象的 因为当时疫情结束之后 然后我或许想要到日本这边来建构一个这样的地方 当中只是想说你这一个图有的地方当作一个 比如说我可以书院可以在这个地方就好了 没想到节二连三很快的速度就把这些都借过去 那很多都是超乎你的想象 在这个过程当中 真的有很多不可思议 有时候后学大概只能这样讲 如果有一天你真好玩把这一部经学了 你可能你的将来会有超乎你想象的一个发展 只能这样说 所以就是后学个人的感受体会 好 那再过来我们把这一部百洋艺摆在这个时代 我们来试考一下 它到底要带给我们什么 带给我们的用来代表 好 那这个图它的由来稍微说一下 这个是因为后学在学这个百洋艺以来 其实是当时你根本找不到第二个人 会拿这一部经来讲 所以你也能够好问 够好谈论 好 那后学商人的前选重点是 那妈妈不可能一天到了 你跑去找她问她这个问她的问题 对吧 所以大概只能自己努力 那怎么努力呢 有不同的地方都够磕头 那通常上天会比你喜事的时间 大概就是到现象 到现象的时候 人起来脑筋比较清楚 因为现象的时候脑筋比较 就是说我有很多的那些干扰的那些 有杂的面图 那比较清静 你经过以后要睡觉觉 所以你更容易接收到一些信息 接收到信息的意思是说 你会觉得你昨天讲那个话 在哪个地方讲的地方呢 哪个地方应该是要怎么说的啊 要很快的东西 那你也不知道 有时候也不知道说 为什么会有这些面图 要打出来呢 也许是自己多想 或者是说上天真的给你起 把我们保姆打开什么 往天桥 那本来就应该很自然可以相同 只是我们也许我们的用心不够 或者是我们的心不够清静 所谓的用心就是说 你若要在做什么事上天不能给你起发 上天可能很多事情摆在那里 都希望有人做 那刚刚好这件事情有一个人想做 所以这个人摸起来也很好 他也是聪明材质不怕够 但是他有心 上天就是给你家人家智慧 那讲到这里就想到 有一次到东马洞 那个地方的佛塔 或者卡在机场 半天才出来 因为经证 比如一方没带到杀 就卡在那里 那只去两天 就卡掉了半天 剩下明天一天 打完科就不走 那季光老师来了 用扇子拍后学的照片 你来得很值得你知道吗 我一直在想说 季光老师大概在家里家智慧吧 那你讲得不严满 那你讲得不严满 不严满 那你讲得不严满 不严满 那就想办法给你一些启示 或者是要想 要不然像这种 大厂的这些新闻都叫做天书 就很难懂 你们如果自己 绝对拿一个新闻来评论看 那这都是比天书还难笨的 很难 很不懂 那这个意思就是说 没有上帝为你加持 是难的 然后讲到这个图 其实这个图是有一次 这个图 这个图其实是这样 完整是这样子 好 完整是这样子 这个 这有一次是要去研制大学 参加他们的教授吴孙会 他是原池大学跟法根的 中年大学 两个大学的教授平均会 那我去跟他们来分享白昂蜜 我们不知道要分享什么 分享白昂蜜 就是分享我们 正在谈这个问题 改在一个时代来看 为什么会有这个白昂蜜 我们已经有 周一已经够难平了 那一阶已经 已经几千年了 那这么多人在这边矫禁 哪里去研究他 写了不知道多少个中解的诗 那为什么还要用白昂蜜呢 那这一部白昂蜜 在今天这个时代到底 代表什么意义 你就在思考这个问题 我说这些都是大学教授的教授 那我要给他什么 你在介绍一支 可能他都给你们 对 那我就给他介绍这个 那为什么会介绍这个呢 因为那天 好像是前一天 还是前两天 招香的时候 就出现了这个 就是这个 就是说 你们不知道有没有这种经验 比如说上天会传一些信息给你们 就像你这个电脑 有时候你会接到一些 现在我们的时代 不管再远 这些信息接进来的电脑 人脑就是最脑的超级电脑 只是我们跟上天相通的机会太少 我们都跟一些 让我们造成烦恼的事情 在那边通来通去 那你要跟上天相通 怎样办上天的事 你有那一份天心 你愿意做听天办事 那天才会给你信息 那 好 讲回来这个 这个信息 其实 一军里头有这个挂 这个蒙挂 蒙挂就是讲一个开始 我们很多都不懂 所以很多都不懂 每一大堆都不懂 占大多数 然后呢 再过来呢 到了那个 同仁挂 同仁挂就讲文艺 天火同仁 然后再到底挂 讲人文化成 这个都是讲文艺的发展 文艺的发展呢 代表人类科技的发展 因为人开始会创造东西 就进入了文 这个是人会使用大自然的东西 比如拿一个石头 拿来敲东西 拿一个棍子 把在石头上变成困难 就是 把野兽更厉害 那个是可以使用大自然的东西 那 創造关系 你看像这种东西 这种高科技的东西 多好用 这个还可以 还可以 连那个 叫做 蓝牙 那可以直接按 这里 像这种高科技的东西 不是大自然长出来 而是人创造关系 就是文艺代表人类的创造关系 然后第三个这个段 文艺再建文艺 代表是人的科技发达到一个相当高的程度的 相当高的程度 计算能力比人还厉害 只是人的聪明才值得浅能 是比AI还厉害 是我们没有开花 我们那个地盘只有八万四千个面团 代表它的计算能力很强 计算能力很强 计算能力很强 它有绝对跟天地相同 这种能力都不会用 都灌掉了 所以我们开始被 机器人期待的危险 有危险 如果你没有开花 那你就有危险 所以现在来到这里 文艺要尽有精神的 那必须有两件事 第一个 要把我们的像大有卦想的 那个聪明才智的能力 做一个更大的开花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 人必须进化到精子人 但不然文明有可能打掉船链 谁打掉 自己打掉自己 自己为自己 你看现在其实还有这种危机 人为此 文子弹的危机 那个钢锋节的危机 那个一按下去 就有可能这个世界用 所有的毁灭是什么意思 在整个宇宙长空当中 几百亿年这样子下来 文明的时间其实很短的 我们只有八千年 九千年到五万年 那个是一点点的时间 那个只是进化过程中的一段 没有成功 打掉船链 叫做打掉船链 那打掉船链的意思就是说 因为人没有到达精子人 就让他有科技进到大宇宙去 太危险了 他会变成宇宙的邪恶力量 到处去本面那些比较低的文明 所以人类现在还不够有进到大宇宙 这为什么? 因为我们还没有进化到精子人 也就是说你的道德能力没有跟上来 就是说科技文明业进步 道德文明应该也要提升 道德能力没有提升 反而有下降趋势 这样就很危险 这样如果你有可能打掉船链 打掉船链又回到那边 重新再开始 其实在整个宇宙残空当中 那也不算什么 一万年算什么 我给你从来一次再来一次再来一次 那个南奇先锋中 他看了几次混沌 其实七次的历史就是这样 打掉什么历史 打掉什么历史 也是我们这一次是来到第八次 也说不定 那你这一次有没有上得去 上得去 就现在就来到这个阶段 又是一个关键阶段 这关键阶段有两件事要做 就是这一部排行历史最重要 要扮演的角色 就是帮助现代人 进入精子的这个时代 他最重要是要做这件事 做一件事 因为你如果没有上去 那你就吃到会打掉种历 打掉种历史 因为灵性是无灭的 然后物质的东西都有灭灵性 那其实依我们现在的了解 我们人这个身体是会变来这些灵性的灵性 就算我们整个打掉从来 灵性还是在 它只是从头开始而已 从现在来死 但是我们总不希望一直都在这里面打撞 那应该要上去 来到精子的人 也是呢 每一次每一次可能 来到这个关键的时候 都会有关键的东西跑出来 那看看我们有没有办法 真正把他用出来 然后带着大家 上去到这个地方 因为如果以现在的情况来看 世界有五大宗教 这五大宗教 任何的宗教都没办法扮演这样的角色 因为都有个人主义的色彩 我的宗教才好 你们都要听我的 顶多是我尊重你 你也要尊重你 这样的问题 那你说叫我的给你 然后一起来努力 那很难 这种意义贯身的道理 是圣人的那一份更新所流露出来的 所以说五大宗教 所以五大宗教 二大宗教 要扮演这个角色 只有道 道 我们讲说 今天其实我们真正来讲 只有一个字 叫做道 五不知其名强言道 道就是天地造化的真意 我们唯有唯道真意 但是他认这个真意 必须向上提升 所以这部滑洋义呢 它就是要让人人 晓得有道 晓得修道 晓得生物有道 晓得做人有正 这样才有构思格 成为君子人 君子人的条件是什么 他必须依循君子人正道 叫做正 我们说争集的真 那个信心道 另外 做人要有德 所以此部滑洋义 最后来讲这个德 其实就是根据这个道 道理体的文用 就这个图 再往上看 我们有一卦 叫做幻卦 幻卦的时候讲这个为什么 君子人会再进到神人 神人呢 有一天 神人跟我们的人可以相同 相应 你看那个幻卦的 百洋幻卦 里面就讲到 神人相应与一同 相应 你可以很容易就跟 跟过往的诸葛摩杀神相同 现在还要见山坛 以后当你修炼到这个地方 你直接可以相同 那直接相同的时候 大家都会很清楚 天来天 天 来二十四天 就是要这样修修修 就到最后 就跟神人一样进去 这个我们已经见到 第二集 第三集 可能到第四集 到第五集 就跟神人相同 这个叫神集 神集 神集再上去呢 就佛跟圣在一起 再上去呢 就跟诸葛摩杀最顶端的 那个 好像说无极 无极老母 那个明明上帝 那个无量光的境界 所以这个地方 其实没有什么名称 它只是 最高的名称 名积的境界 这个图呢 它其实 重点在哪里呢 就代表 共识而认识 就是我们要清楚知道 今天我们是来到神 然后我们也可以 因为这样就可以了解 这一部反应 那为什么在这个时代 我们要去提倡 要去讲它 要去鲜扬它 要去落许 而且 为什么从这个开始 因为白洋基学院 是见过这个人 我们在台湾 有没有其他地方 这个或许也 也是 还在思考这个问题 为什么要 我们就很开始 所以台湾的条件 目前来讲 应该击败了很多 很多的条件 所以为什么 形成不了 那当然这个 有它上天的留意吧 我们不知道 那不管怎么样 目前至少 我们知道 我们有个努力的目标 我们要做的是什么 我们可以做的是什么 我们应该做的是什么 我们学了这一部经 我们到底所谓为何 至少我们要知道这些 好 所以刚刚讲到 这个 在周一 挂斥历口 已经跟我们讲 如明已见 忠正而易 金子正 有为金子 为能从天下之治 意思就是说 当文明高度发展的时候 叫做文明解 就经营这个时代 叫做A.I. 中正而易的金子 会跑出来 所以西洋有 金子人来带领大家 这个金子人 他们说通天下之治 这个通天下之治 是有至少两个韩语 第一个他知道 这个天下国家未来要怎么走 第二他可以知道 天下国家的人心所需要 他可以跟他们相同 得人心 得天命 所做的福的天命 通天下之治 这一本唱跳书里头 就跟我们印证人 其实也来到了一个很重要的关键 来帮我读一下 进攻智能开发的必要性 人类有两种能力 身体能力和认知能力 过去 机器是在身体能力上 与人类竞争 而人类则是在认知能力 仍享有巨大用事 然而 人工智慧已经在越来越多认知技能上 超越人类 包括理解人类的情绪 除了身体能力和认知能力以外 我们并不知道还有什么第三种类 第三种领域 让人类能够永远胜过精气 开发人的第三种领域 可能会是一经所说的智慧与德性 第三种能力到底是什么 这一位作者并不知道 因为这个需要有明示的智慧 而且要看着百合遗经 因为这一部百合遗经 告诉我们最重要的美好永远 就是人有这两个 智慧跟永性 如果没有去开发它 人不只是会被这些期待 还被挑战都有可能 甚至人会自其灭亡 自我努力 我努力 我努力打掉从念 都有可能 所以 上头讲的昆卦 其实昆卦就是一个这样子 叫做后格宅物 宅宅 所以它是尖端的 但是上面有很多 那必须是宅宅的 这也是一个百合遗经 应该有的 一个是刀龙 那前卦是领导 所以它是一个倒三角 它是一个正三角 我们人都是不断的要往上提升 这个叫做自强不喜 但是人不能只有提升 提升了之后 就不顾向你的 不可以 你还要再去承担 越提升就要越承担 承担叫做后格宅物 后格宅物就是 我接受 我承担 我无厌无鬼 我就是 不断的要去做这个努力 百分之百的 无厌无鬼的去做 那就是不断的精神 不断挂的精神 好 那 这就是我们讲的 龙马精神 然后来帮我读一下 龙马精神 且卦是一个人 内在社会的开发 尤卦是一个人 内在德性的培养 且卦决定人的位阶 尤卦决定人是否能得位相配 潜卦是人的领导管理能力 潜卦是人的包容感动力 好 我们上头昨天上了潜卦 潜卦 潜卦认识自己 认识自己所存的位阶 认识自己有哪些能力 还有认识自己有哪些有性 得跟位赢的消配 这些都是潜卦告诉我们的 你要成为一个好的领导者 成为尖端的领导者 你得要具备这些 那库卦不容易了 库卦因为它是一种包容跟感动力 就像我们前面讲的 它是一个百分之百的无愿无愿的胜出 跟承担 是永远的接受 而没有任何的抱怨 百分之百的死丑 而没有任何的那一种相反的一个意见的状态 可能都不会有 所以那个坤卦的精神 那个是一个最佳辅佐的精神 也是最容易让人感动的 那个很大大的包围 所以钱跟坤这两个都是我们要的 叫做龙马精神 那这个是孔子挑出来的九个 九个那个跟修德有关的卦 我们曾经跟大家上过这九个卦 孔子修德九卦 就利用三天 这九个卦上完 那这九个卦 对我们来讲 会有很大的启发 其中呢 特别喜欢的是困卦 这个困难 是变一个人 是真有德性 德性的涵养 从哪个地方看出来 从他在困难讨厌的过程中 可以看出来 所以一个精神也是这样子 精神呢 就要看他在泛滥 在困难 在穷困 在不得知的时候 他是不是还是一个精神 同样 一个人的内德涵养也是一样 要看他在考验 锻炼的过程当中 他还能不能坚持 那一份对人的态度 那一份德性的涵养跟付出 好 好 那 以上呢 我们 白羊液的 现在以及未来 我们要做的事 跟大家再来做个介绍 接下来呢 我们怎么用 还有一个方式要跟大家交 整个用呢 遗经的用跟其他经典的用不一样 遗经的用呢 它是可以透过一个叫做藏 这是传染遗经 你看啊 我们中国的经典这么多 包括佛教的经典 金刚经心经 有没有任何物经典 有这样子的一种方式 可以给你一个藏 让你知道怎么用 没有 只有这一部经文 而且 藏遗的方式 其实非常简单 也很生活化 你身上只要有铜板三个就可以 那 所以 这种藏遗呢 它可以帮你得到一个挂 一个摇 所以一般来讲 我们常常会 用这种方式 来跟自己 或者跟家人 最需要的话 那你身上只要有三个铜板 那你就可以拿来用 好比说 尽量用这个十块的 现在我们 跟大家讲白羊义跟传统 那用的方式 其实是不大一样的 那我先讲一下传统的周语 那用的方式 听说 这三个都是十块钱 这样 那十块钱的本身 它有两面 一面是人头 一面是什么 十元 那我们呢 在处理的时候 我们能够带 比如 好 你帮我随便 丢一下 三位喜别人 对 好 你帮我说 三个人头 三个人头 那就三个正 这是第一个 那你再丢第二个 三个字 一个人头 两个字 一个人头 好 再来一次 两个人头 两个人头 一个字 两个人头 两个人头 人头一个字 好 再来 两个人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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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字 好 好 好 ok了 我们并没有手求 我们只是单纯 想要的一个话 那如果你有手求 你有手求的话 那你就得要 先问 可不可以 可以 你把你的问题 讲完之后 再丢 这样子 然后 你可以求 不法神 或者求老师 或者是求 自圣恐群 给你一个挂 加入 你刚好得到 是这样的一个挂 那我们去判断它 像这个 就是 羊羊 而且 它是 洞羊 因为三个都一样 那像这个 琴少 一起多 所以这个也是羊羊 那这个 三个都是 陰羊 那 都是四看的 陰羊 而且它是 洞羊 然后再过来 这个 也是 陰羊 这个 也是 陰羊 这个是 洋羊 那 这个是 更 更是 那 这个 对 对 对上去 对就是 责了 三责是什么 三责是 这个 这个 责呢 四责 比真高这个三 好 所以这个是 下 一下 一下 好 因为它有 两个 动摇 所以 这种的动摇 我比较把它 叫做 便搖 变成三个 这样子 这个 变成 正面是 负变正 然后 其他一样 通常会有便搖呢 是比较复杂一点的问题 所以 这个就 这个没有变 这个是 更 这样就变成 序 就是 峰 来 就是序 三峰是吗 这个便搖呢 也叫做 支挂 那这个是 主挂 也叫做 本命挂 本挂 很简单的说 本来的挂 也叫做 本命挂 本挂 这个支挂 支挂 支挂是什么意思呢 如果 按照这个挂 的 挂向去走 最后 会来到 这一个 最后会来到 这样子 所以 这个 通常我们 这个叫 主支挂 为 因为它来到 这个大堡 古挂就是东西放久的生存 那这个 那这个 所以我们 在判断 有时候 这个部分 就是说 有便搖的部分 会比较复杂一点 那个有三个便搖 四个便搖 有两个便搖 其实呢 基本上 像这样子 有个人 他直接去挂住 然后 起飞个便搖就可以 因为它两个 我就要起飞个便搖 到第三个的时候 我才去便搖 但也有人 只要有这个 全部都给他便搖 他 就把问题 看得比较清楚一点 这个 因为便搖的 是告诉我 将来会怎么样 这样子就这样子 所以 你要 取 他的便搖来看 也OK 但是 像这个 两个来讲 你只要到这里 其实也OK 看这个第三个 好 那 那 所以 一丁的应用 现在变得很简单 你在身上有同感 当然就可以 但是 解挂比较难 解挂比较难 像刚刚讲的 丢出来 就四早前挂 这四早前挂 不是硬就是硬 然后丢六次 然后就会有一个挂 然后刚刚讲的 一个便搖 两个便搖 三个便搖 通常两个便搖 有时候 他就以上搖为主 三个便搖 就一定要五支 支挂 支挂 就是一便搖 两便筋 三个便搖 但是 也有人 只要是便搖 他都看 那也OK 因为便搖代表的是说 有可能将来的结果 那如果四个怎么办呢 四个就是看那两个不便的 那五个呢 五个就看剩下那一个不便的 六个呢 六个这个情况就很特别 而且如果是前过坤 那就用久没有没有 但这种情况非常少 那如果不是前过坤 再两个挂 那直接看湍词 就可以了 而且支挂的湍词 就是变过来的梅花的湍词 这个是原则 所以 我们如果懂这个原则 而且我们知道怎么用 这是最简单的 但是 也有比较复杂一点的 也有 各国所用的方式不见的一样 像 日本 日本他们 有一个高岛的占领方式 它是很快就可以得到一波 这个有机会 也可以跟大家讲 那 就是 中国传统 它是用四十九支四朝 那个要八个六个时间 排到最后特性有过 那是比较 相差一点 但是 传统 主要的方式 传统 莫生的方式 那 日本是把它简化 那 这个又更简单 所以 用上一个金钱 比如说这叫金钱卦 现代人 最常用的 就是用三个铜板 可以去够 那大概说可以得到一个卦 而且是有时候还蛮准的 好 那 刚刚呢 就是说我们得出来我们要知道是哪一个卦 那这是一个对照 就是说有时候 像你就知道这个是得 这个是折 但是你不知道这是哪一个卦 那你就可以看一下这个 这个对照表 那这个对照表呢 帮助我们知道我们现在捕出来是哪一个卦 然后我们再去找书来看 如果再看不懂 就打电话来 就这样 很简单 就问看得懂的人 有时候你这个利益到难题 你希望能够 从一经得到先启发 那你就这样做 OK啦 这个就只有你这一幕经典才特别 它可以让你这样做 那 好 再来讲白鸭液 白鸭液它是不一样的 白鸭液的应用 它基本上 它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则 就是它不是要占股的 它是直接用算 要推算就可以了 推算跟占股有什么差点 推算呢 它会有一个现象 就是说 只要我知道怎么算 任何人算出来都一样 好 但是占股是这样 任何人出来都不一样 占股呢 比这一次股说明天股又不一样 是这个占股呢 跟推算 这两个也很大的差 这个比较合科学性 因为只要你会算 出来都一样 那这个人占股呢 任何人占股 就算同个人占股 也不会一样 一定都不少 所以说 我现在占股呢 我觉得这个不好 再占股第二次 不一样 但通常不能这样子 你已经说说好 我去找别人 再帮我滚一下 他的功力可能比较深厚 但是出来绝对很少不能这样 这个占股呢 那好像也不重 就是说 那为什么会得到这一卦呢 每次都不一样 那我们说 那这个是神明之一 神明之一卦 为什么会得到这一卦 无法解释啊 你说这是干预 但是为什么他又那么准 得出来就很准 那我们说这是神明之一 因为几头三十有神明 好 但是推算呢 那就不一样 那比较科学一点 怎么说呢 因为任何人 只要你会推算 你出来就很一样 七子算来 算出来就一样 只要你会少 那去相同 所以我们说相同的东西 这是科学 这时候你用的 条件都一样 得出来都一样 这个是用的条件 就算一样 得出来也不一样 那我们只能说 那为什么会叫 这是神明的指示 所以毕竟给人家感觉啊 比较不科学的地方 也很难解释的地方 就是因为得出来都不同 但是呢 有时候你会觉得他蛮准的 那我们说 哦 这个是神明的指示 神明的指示 好 所以 白羊翼呢 他是取这个东西 南宝周一也是用这个东西 那 所以 为什么说 白羊翼是符合现代人的需要 现在人 可能比较相亲科学 那以前的人呢 对很多不了解的 都归比神明 为什么不出来 归那么准 这是神明的指示 但是现在人呢 大概很难 这样子说 就是说 好 你站不出来 这个一定是 就是神明指示 那边讲个问 那是你的意气 或是你的扩兰欲 你的钙欲 那就是这样 所以 白羊翼呢 他用的是 比较科学的方法 只要 你知道怎么算 你都会得到 同样的结果 我们来举例 跟大家总想 有好评理 好 那 当然这个就是 顺天合道 就是说 我们先了解 为什么 已经你要透过 战魂来得一个过 或是透过推算 来得一个过 就是 要 让我们知道 顺天合道 顺的天地运行的道 因为六十四卦 转一圈 等于天地再运行一圈 一样的意思 所以你要知道 天地运行到哪里 那它就是哪一个卦 你要看得短 因为这里面 就好比你 大家都知道 东西方 有一些 很厉害的 叫他们用 叫做占星 占星是什么 太阳 只有九大行星 然后他们在转的时候 都算不太阳转 但某个时间点 它呈现出来的 这个天地的样子 那个九大行星的排列 它就有它的道理 而且很准 它会影响到人类的社会 甚至影响到个人 这个就是占星的意思 它取的是什么 取的是时间 那这个占星 它就不一定是时间的问题 它是看你的人 或者是你的地 你在什么地方 有什么人 来做这个占星 但是这个推算 它就很重 这个时间 所以它有点像这个占星 也是看时间 刚好来到 这个大行星 连成一条线 它就说这个凶 怎么样怎么样 其实它就是根据时间的意思 所以 排阳翼 它是走先天翼的方式 所以它的推算 只有时间 大家要知道 我们人有八字 八字 八字是时间 你的出生年月日时 来解决你的八字 八字准不准 准 上面 排八字 这些是常有的 那九宝阁 打一个面盘 它基本 也是根据八字 你的八字 所以 时间是很奇妙的东西 就是你会在这个时间点出生 那这个时间点感觉 就有很多天地的 造化的力量 在这个时间点灌注到你的身上 所以 你这个一辈子 你就受这个 出生的时间的 这个八字的 好像就决定了你的秘密一样 所以你要想看时间的问题 时间的问题的时候是 是在一经里面有甚至十之一 十之一 十之一 那个大一三 所以说这个时间的到底是很大的 很重要的 这个话 时间的到底怎么办 不可以 非常难 所以可见 十的问题 是我们要注意的 时间本来就是一个很奇妙的 它來到一個時間點 它天地間就有一個 我們搭配的陰陽母息包在裡面 所以我們在那個 報脈圖解的時候 它有講到五星圖 五星圖在講什麼 五星圖其實就是在講 任何一個時間點 五個星的 金木水溝的五星的排列 都可以有它的意義 展現出來的意義 可見這個時間 跟這個天地的能量的陰險 有很大的關係 那你在那個時間點 來到人間 你就會受這些能量的影響 然後為什麼 你會問說為什麼會有這些問題 你要聊什麼問題就要了解 異經就是根據這個 所以我們的推算也是在根據這個 所以現在是一個排行利益的時代 所以我們可以用排行利益去算 每一個時間點到底來到哪裏 而且是很久的 從那一畫可以看出 你決定你這件事情 要或不要做或你做該不該 包括抉擇無疑 還有不該怎麼做的問題 你都可以從時間的陰算 得及你的結論 所以我們現在就來教大家 怎麼看這個時間 時間很簡單 它只有兩個 因為我們只有兩個 八卦就可以決定等候 所以只有兩個 這兩個 一個就是日期 一個月有三十或三十一天 或二十八天都可以 日期 然後再來就是時間 這只有兩個東西 一天二十四小時 日期的決定在上 時間的決定在下 就是現在這個時間 它已經來到了一個卦 哪一個卦呢 你從這個地方 錢是一個開頭 錢在這裡 錢 信 看 更 然後 分 然後 正 理 對 我們這裡 這四支剛好有八個 因為我們小指都三級 你就取這兩節 兩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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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是八個 這個就是我們算的 七支算來 因為它八卦 就這八個在這裡 早中前昏 那你算就從這個地方開始 往這個地方算 因為我們是先天地轉 順時針轉90度 所以你算的時候也要順時針轉 好 今天是16號 來請告訴我 今天是八個 這個環環環裡面的哪一個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 十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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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 這是1點到3點 所以這裡 折天 折天怪 怪是節折的意思 那第幾窯呢 你看這本通道六個 兩個窯加起來這六個窯 這六個窯我們要看 那第幾窯 那就是每一個窯是20分鐘 六個窯 二六一十二 剛好兩個小時 一個四升兩個小時 所以我們是在3點 43分等於 3點 1分到20分是第一個窯 然後21分到40分是第二個窯 現在是進入第幾個窯 第3個窯 所以它是來到這裡 所以你 那你說什麼時候我們去用到這個 比如說我就是剛好那個時間去看那個房子 就是一定要不要煩 那你就 你其實那個時間 有時候是很難你自己決定 什麼時間跟什麼時間 就是你剛剛好啊 就看到賽車啊 剛剛好啊 分到有事 那就是那個時間點到了 好 那就看一下 我剛好這個時間點來到這裡 然後這個 這個掛是什麼掛 那這個有時候就是給你 可以參考一下 原來 那現在這個時間你這個掛是不是 這個房子 是不是 還有呢 譬如說動土 動土有時候看時間 動土要看時間 像我們 日本的那個福田區 動土 總共用了兩個時間 一個是 動房子的圈 一個是真正的動土 動房子跟動土比較的時間不同 因為兩個呈現出來的掛是一樣的 所以當我們 你會用這個白羊蜜的時間的概念 去看這整個天地地形的道理 你就可以有時間去騰說 你就可以知道說現在來幹嘛過 假如你那動土 你在這裡過 它的這個能量 譬如說那剛好是來到大雨 大雨掛的能量 那你去取它的能量 你的動土 好 那你剛好來到這一掛呢 也許 動土 那剛好是不掛 那就不到 因為這個是一個比較不好的 你東西久的位置 這個問題 那你又剛好行的這個時間量 去動土 那代表說你動到這個這個時間 你將來就會有這個時間的影響 不掛影響 所以我們為什麼人要有時候要看死 就像我們人唯有八字的力品 就可以解定能量的時間 所以我們在做任何事情的時候 我們要小心一點 好 那一經也不是說有事沒事都拿來算一下 這樣子 一經不是讓我們這樣用 一經的最重要就是教我們 從這裡面有到一些詞詞 叫做順天和道理 讓我們做成自己合一天的意思的道理 你不要跟逆天而為 譬如說 我要動土 我這邊找一個 不好的人 這個簡掛 簡掛是深藏學士 或者說個人的意思 不用一個不掛 不掛就是 你將來久的會深藏 會有問題的 那你一定要逆天而為 那你沒有必要 我們最好是順天可道做 譬如說我們知道這個時間點來到什麼話 那我選擇那個時間來做這件事 就最好 那這樣子喝一道 喝一道 自己也會比較安心 另外得到的助力也會比較多 其實簡單講就是這樣子 好 那剛剛講的就是這樣 我們怎麼用這八等 其實就是這樣 驅止算來用這個 你這樣算就可以了 然後日期時間 時間要看它一起聊 都可以 都可以算得出來 那這個是一個很簡單的 白衣它的用 當然還是那句 不是有事沒事 就隨便拿來算一下 就真的有事的時候 就拿來推算一下 這樣對你來講 對比一下好 怎麼說呢 因為這樣子 就是你在運動上 會更能夠跟這個道行氣和 不過是沒事就好像開玩笑一樣 但會越來越不準 那你要讓自己越來越很到 那就是順天就到 好 後面這邊就是日期 簡單的講 這個就是日期 它的推算方式 我們剛剛已經跟大家講了 好 我們今天的課程 其實到這裡已經 了解